I'm no shit 大家好 欢迎回到白Snapper大宇视角频道 我是Jerry 上一次同大家分享了非常非常经典的精细调组 也就是倒调调组的入门金药 调倒调的话 如果你永远都是抖 不停的抖 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 那我知道了 有许多已经在玩倒调的朋友 觉得关于倒调调组的呈现 究竟是一味的抖呢 或者还是不抖 这仅仅是一种流派的问题 就是觉得这种抖动倒调调组的呈现方法 主要就是一种日韩流 特别是日本pro 都特别喜欢用这种抖动的呈现方式 那说到这个日本pro呢 不得不提最近一位后起之秀 在美国非常火的伊藤巧 那他最近呢 就是在圣劳斯河举行的 如鱼大师精英赛分战赛上 用的倒调调组获得了冠军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就先来听一下伊藤巧 关于倒调调组呈现的秘籍 所以到此为止呢 我想关于坊间这个流派问题的传闻 也可以告一段落了 以伊藤巧为代表的这个日本pro 他们操控这个倒调 已经不再是这种所谓的一味的抖动流派了 那伊藤巧说到了这个倒调呈现的秘籍 也就是不要乱抖啊 那也是我们上一期内容当中 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关键点 张线啊 这样子带一个弧度 让它下去 下去然后你要把这个杆子放下去 让这个耳之下去 再张线 稍微动一下耳 稍微动一下耳 这样子 然后你再拖一下 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觉得 你可能说的时候是一套 但是你平时调的时候 可能并不是这样调的 跟大家分享的东西 确实确确实实都是我平时在用的 所以今天呢就是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倒调实操 也就是特别是看一下这个不抖动的倒调呈现方法 在实调当中的威力究竟能有多大 我也会加入更多的上一次来不及分享的 关于倒调的各种贴士和技巧 所以请大家不要走开哦 接下来的影片呢都是我用倒调专攻大嘴的调形记录 主要是两次调星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完完全全用纯靠道调 钓一天这样子 这一次呢基本上是在六月底七月初的样子 然后鱼的产卵呢结束没多久 水色呢是比较轻 大概水能见度有四尺到五尺的样子 这边钓的是一个岛周围 然后水深在五米半到六米 周围呢都是碎石头 而且是挺大的那种碎石头堆 天气是阴天然后南风是三级左右 我这边用的倒调吊阻呢是吊线六磅 七颗的倒调坠 然后四点五寸的RoboWarm 最最最最最经典的上一次跟大家介绍 这个精细的倒调吊阻阻合 虽说鱼不大 但是呢在这样的水深拉上来还是很爽的 还是同样的位置 同样的水深 然后马上又中了 如果说偶尔一条鱼是散兵游泳的话 那么两条鱼在相隔很短的时间 都是用同样的吊阻类似的标点 这样种鱼的话呢 往往意味着一个模式正在被建立起来 这边的吊阻投入之后呢 我喜欢把线赶紧拉出来一段 这样子呢 整个吊阻下沉的时候呢 能够比较垂直 然后直接打到这个标点上 不至于钟摆向自己飘过来 然后呢你可以看到我就把吊杆降下来了 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 这是一个是在等吊阻下沉到底 第二个呢也是让圈坠触底之后啊 耳能够有一个自然下落的过程 这边的空耳呢 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提起 然后放下的这样一种呈现 就是为了充分利用耳自然下落那一段 然后呢就终于了 这边呢依然是投入之后 然后吊杆下直 这边是刺了一个空杆啊 可以看到杆子是弯下去 但是鱼嘴没有挂牢 像碰到这种情况的话呢 特别是倒吊啊什么的 我一般不会继续提啊 然后就让这个吊阻啊 继续沉回去 因为鱼呢没有被刺痛 它又如果在周围的话呢 一般还会回来咬 这边就是很典型的又回来了 那这里呢是比较奇特的 是倒吊中了一条缩炉我来啊 这里呢依然是很关键的 投入之后呢 把吊杆基板放平或者下直 然后呢吊阻下沉 然后吊一个耳的下沉的过程 那这边呢是刚刚到底以后 我稍微带了一下就中鱼了 所以这几条鱼重复性的一吊之后呢 就是基本上当天的模式 已经建立起来了 也就是我基本上可以锁定水深啊 在五米半到六米的样子 然后鱼呢 都是在这个深水的平台上面 有石头堆的地方啊 在聚集 那用倒吊呢 也是当天非常非常有效的 一个吊阻 用其他吊阻呢 实际上开口都不怎么样 偶尔夹杂一条小嘴 这边呢是下午的一个 另外一种标点 就是它在四米五到五米的地方 也是一个平台的外延 但是呢这个外延的话 是有一点草 一点点草那种 所以我吊的呢 就是吊的很短的这个草 底下跟有草没草的地方的交界线 然后基本上也是倒吊丢下去 然后拖一拖 甚至都不拖 然后鱼就上来了 这真的并不是说美国的鱼都这么好钓 它是只有在你找对了模式 用对了吊阻 选对了标点之后 才会有这样子可重复的 不停的拉 不停的钓 不停的爽 情况出现 像有些抛头的话 它基本上是一触底 然后鱼就已经咬上了 那这种情况的话 实际上就会使得你们精细钓阻 搜鱼 找鱼的效率会带来提高 因为你知道这个鱼口是对你这个钓阻 咬得非常好 也就是你投下去之后 如果有鱼的话 它马上就会咬 这样子来提高你精细钓阻搜索的一个效率 对倒吊钓阻来说 要达到这个目的的话 不仅意味着要用对耳 很多时候还意味着要用对坠子的重量 倒吊钓阻用作基本的精细呈现的情况下 坠子的重量都是在能够满足操控条件情况下 最轻的坠子 在这边也是投入之后 基本上就不用管 让它沉到底 然后鱼就咬上了 那要是是那种抖动流派的话 那肯定是丢下去就不消停 一直抖抖抖抖抖到现在了 所以还是上次跟大家分享的那样 这种鱼的两个关键前提是要在正确的地方用对正确的耳 接下去这一段呢实际上是非常常见的 倒吊在夏天的时候啊 用在一些离岸结构上的调形 那这边呢实际上是吊一个离岸的岸岛 水深的话呢 岸岛外侧的话是有9到10米 然后岸岛上最浅最浅的地方是在4到5米左右 晴天所以鱼呢相对稍微深一些 但是呢 它们还是在岸岛上面 有比较集中分布石头的地方 像这种深水的离岸结构啊 有的时候吊起来呢会比较费时间 一方面呢是因为水比较深 你同样的吊阻沉到潜水到底和深水到底用的时间就不一样 第二呢也是因为深水的话呢 你毕竟空船啊 沉线啊等等方面都相对来说更困难一些 特别是你要让吊阻啊 跟你底下的标点有相对位置关系的话 相对角度关系的话 那因为你水比较深 所以你控制不是特别好 所以你可能需要多头几次才能非常精准的 让你的钓组在需要的地方做出呈现 这也是为什么深水钓有的时候需要非常多的耐心的原因 不过一旦种鱼的话呢 它的回报也是很不错的 因为像很多这种深水的鱼啊 它毕竟压力要比潜水的鱼要少得多 特别是钓鱼的压力要少 而且像夏天的话呢 经常可以找到这种小群或者甚至于大群这种集群的鱼 在这种深水结构上面 一个点上连着拉也是非常爽的一件事情 这边是来点轻松的啊 一边喝可乐 然后一个手抛头 抛完了以后呢 加一下杆子 结果呢它就给我来了偷咬一口 滚 杆子就下去了 然后一刺还没有刺中 不过没有关系啊 刚才就像我们前面说的 像碰到这种倒掉 第一口没咬中没刺中的话 我们不要急着把它收起来 让它继续回去 做该做的事情 然后呢 就咬回来了 那最基本的精细倒掉呢 实际上它还是可以一定程度的用在草里面的 当然这要看你的草长得有多密 然后多深 然后是什么种类的草 那像这边呢 就是用精细倒掉用在草里面 那挂耳的方法呢 用的就是我们上一期倒掉专辑里面 给大家分享的第二种方法 改良的笔挂法 我可以看到 吊阻虽然被草带住 但是还是可以很顺利的从草上拉下来 那这个倒掉吊阻啊 在草里面的呈现呢 和一般的光水情况 会有一点点的不同 那这个呢 以后我们具体讲到 在草里面怎么用的时候 再详细的分解 今天的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那关于倒掉的内容呢 今天也不会是最后一期 我们以后呢 还会有更多的关于倒掉方面的进阶内容 大家继续关注哦 我是住在美国的 硬核实战派路亚钓人 在这边跟大家用独特的视角 分享路亚钓的前沿资讯 如果您喜欢我的频道 请一定记得点击订阅和打开小铃铛哦 我每周都会更新 感谢您一直来的关爱和支持 大鱼起乐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